《金牌經理人》 《金牌經理人》 最初是叫金牌經理人的翻譯 不是,金牌經理人是這樣的 我告訴你我是這樣一開始的 你們聽著 我是一個音樂人 即是做音樂開始 在一個年代 然後呢 我覺得 其實只是做音樂 看到那個趨勢已經一直一直續續了 這個是1995年開始 1995年開始有翻版 1994年1995年有翻版的衝擊 做CD的翻版 其實我認為是幾元 變成那裡有翻版的衝擊 其實CD的量少了 因為跟以前做黑膠差不多 黑膠便便宜 其實你說如果我們回去 說真的 如果你問我 正如我說 我們有生之年 希望再一次看到 音樂的行業復活 一定會回來的 我相信 不過是一個 怎樣的行業模特兒 很需要一個聚養 比較主要 你知道很多狗子獎員 我沒有問題 你紅 紅 紅 紅的自然會有人追捕你 追捕你 沒有什麼時候被人打謝了 對 真的要的 你有這樣的價值 我們才會拍攝你 對 互相專注 不要介懷 在後生 聽著 真的不要介懷 有些隊員跟著你 沒有問題 充分合作 對 做給你 對 真的 總之有幾個介條 你不可以踩的 第一 那些不良思考 那些絕對不可能 對 第二 當然喝醉酒都會控制 不要影響到人 對 不要做一些傷害人 有什麼問題 你說追一下女生 難道你怎樣 追男生 追男生 對嗎 都可以 都可以 很多人 我出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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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個世代有好一點 對 對 對 因為這件事 不是 因為 有一段時間 那四大天王的時間 因為他們實在太大 他們很像派 那些粉絲 如果突然間 你說你已經被第二個佔有狀 那他們真的 心傷 鬥異 鬥異 愛的反面 大家都要恨 那就大件事 所以 有這樣的風氣製造 現在做藝人 這個年代會否少了這件事 現在沒有問題 我看你報復文出來見不見 你見不見 臨風 真的見不見 很正常 那麼美女人拍拖不出奇 給我